TVB举办的歌唱比赛节目《中年好声音》 成就一班35岁或以上的朋友追梦 比赛招募以来吸引大批参赛者报名 手轮面试反应热烈 有不少实力非凡人马现身 来日再有数百参赛者来到电视城排队面试 为了争取踏上舞台发放光芒的机会 大家都觉出其貌进行争夺战 人生路缘和远亦有一天中路月月影相好 谢谢 我也不介意说了 我有玩06年的英皇新秀 我是拿第九名的 第九名?好厉害 那同届有哪几位歌手一起唱歌? 同届有Owen、张震朗 有沈振軒 有这几位 你眼盖脱鸟色彩 颈紧即将松脱下来 平时听爸爸在家里练歌吗? 都有的 一向都有唱歌的 那问他打气话 跟爸爸说 加油,支持你追梦 曾经在2010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 获得网上最具人气奖的Vinus 相隔12年再战歌唱比赛 获得好有JW黄浩宜的支持和教路 矛盾之恩心爱着 你知吗? I love you very much JW 老师 我现在已经叫他老师了 我说,Please teach me 整个专业舞台上的东西 我觉得真的要找个老师去扶持一下我 是 因为我那次在跟他吃饭 我说,为什么星梦学员这么幸运 可以有一个这么好的练习 培训 然后有个比赛 但是为什么不让30多的人去呢? 是 然后他就说,喂 真是35多 但是你35岁未嫁? 我说,刚刚过了36了 然后我就说,我马上来报名 在人群中 我们还找到第一届超级巨星学员 林思杰的爸爸林道拳 原来林爸爸是1982年 TVB是原训练班的学员 加上今年是他和太太结婚40周年 所以他希望重踏舞台 藉此为最好的纪念 因为那时候又流行电视电影 还有那时候TVB公司 卖很多海外那些录影带 又用电影手法来拍的 多数都做打劫 如果入围了 之后会不会通知思杰 叫他过来支持一下 如果他喜欢的 那他方便的就来 是呀 你知道成家立室 大了就是自己主见 所谓追梦无分国界 比赛也吸引一位视障人士 Romeo勇于前来挑战 想玩 甚至想证明一下 我们双场人士 都有他们自己的才能 出来当作玩玩 三十多年前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音乐 参加了香港作曲教育 作词哈协会的成员 有些我作曲和作词的作品 出版过的 前TVB艺人Jeffrey 演绩歌唱老师 相隔二十年 卷土重来娱乐圈 看看有没有机会再发围 其实是学生鼓励我先参加 是吗 是因为其实我都有一点猶疑 因为一把年纪 又是本身的身份 就很害怕被评判叮得太早的时候 就有点难受 或者学生会笑我 但是后来都觉得 应该要踏出这一步 说了这么久 大家是时候看看 参赛者的表现了 虽然他们未正式入厂 但亦急不及待 一剪歌后来热身 两心相遥 影相照 缘化海鸥轻唱月情调 做歌浩瀚子 每天要自强 热血男子 热声红日过 叮当可否不要路 伴我掌告 声势可否不要路 伴我征逃